我在初修佛的时候 这些道理张家大使讲给我听 劝我一生求佛菩萨不要求人 我想想有道理 求人看人脸色不容易应付 求佛菩萨方便 一心求佛菩萨 所以我一生我没有做过金山佛菩萨 上一次孟参老和尚到此地来 跟我见了一次面 过去我们彼此两目没见过面 这次见一次面之后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出家七十年 他今天八十多岁了 出家七十年 他早晚扩美上没做过 金山佛菩萨什么都不会 他一生就是学经教 讲经说法教学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会 我听的时候很安慰 我也什么都不会 我比他还强一点 我还做过早晚扩 还上过店的 不过我没有做过超度佛寺 没做过这些 没有做过发会 早晚五堂功阔 我做过 他连这个都没做过 一生两靠佛菩萨 佛菩萨照顾 他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 这个我们 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相走 所以见了面之后 非常欢喜 请不吝点赞